冬至 雪季初晴 攻略江浙和洞庭湖周边府县 庐陵县官吏被抽走四分之一 前段时间接收福建 庐陵县的吏员又被抽走几个 女实习生柳如是 如今已是正儿八经的县衙文历 小柳 准备些干果酒水 明日要抽几个人去白鹿州 主步陈迁吉 亲自来宣教科传话 柳如是详细确认到 干果酒水需几何 又要抽几人去白鹿州 陈迁吉想了想 回答说 干果200斤 酒水30斤 抽多少人 你就不必管了 你是肯定要去的 记得把天宿 林雪 也叫上 柳如是没有多问 他已经大概猜到 是某个贵人明天要去白鹿州 陈迁吉就是那个年轻科长 半年时间 变身为庐陵县主部 等明年地盘再次扩张 他要么升迁做县城 要么外调哪个府做经历 类似市级办公室主任 再有下一次升迁 妥妥的一方之线 爱情事业双丰收 陈迁吉已经追求到林雪 结婚的唯一阻碍就是说服封建家长 柳如是立即去支取银钱 购买干果酒水备着 回到租住的院子 柳如是便对林雪说 姐姐 姐夫让你明日一起去白鹿州 什么姐夫 八字还没一撇呢 林雪莫的脸红 早晚的是 柳如是笑道 姐夫虽未说明白 我却已经猜到了 恐怕明天是赵总真要到白鹿州 否则的话 谁也不能让县衙之银半吃的 林雪好笑道 大明一个支县出游 都能搞得鸡飞狗跳 赵先生的励志可真言 招待上官的花销 挤两银子而已 还得层层上报批准 好些官吏都抱怨 说在江西做官太难 做得多 拿得少 出了错还要吃挂落 柳如是说道 已然不错了 我只是个县衙文力 俸禄养三个家人都没问题 不能炖炖大鱼大肉 也不能风花雪月 是身子弟自是觉得艰苦 听说黄女官 小红 升任支县了 林雪突然问 柳如是点头说 安福支县 林雪惊叹艳线 真真是女中豪杰 柳如是说道 总镇肯定暗中官召了 庐陵 集水 安福三县 是总镇的龙兴之地 安福县风气开放 而且格外富庶 女子在那里做支县阻力不大 江西商谷当中 有两大商邦 一是安福商邦 一是千山商邦 安福县的工商业极为繁荣 一日 林雪准备好笔墨指宴 跟柳如是一起出门 他在县衙等候 不多时柳如是便出来 另有陈千吉带着几个立员 支县和县城 都不敢放下本职工作 亲自跑去白鹿州招待赵汉 在渡口灯传过江时 陈千吉吩咐道 今日有许多世子 他们是来劝进的 不为江西这边 江南 浙江 湖南 广东 甚至连福建的都有 各省世子越聚越多 无非是请求总镇自立为王 迁都至南京开科取士 他们的真实意图 只是开科取士而已 想要考试之后 跳过立员直接做官 因此 无论他们说什么 你们都不要去掺和 众立员顿时醒悟 自家这次就是去做招待员的 坐船来到江新州 不止庐陵县来了立员 白鹿州书院的杂役也在忙活 邓子和书桌被抬出来 放置于外面的空地上 抬出许多国府和酒水 四下里还有厚厚积雪 林雪指着远处 他也来了 柳如是定睛一看 却是前任男友陈子龙 两人曾经都谈婚论嫁了 陈家死活不同意 随着陈子龙考上进士 进京做官就彻底分手 众人稍待片刻 赵瀚终于现身 今天只带了十多个亲位 拜见总镇 无人下跪 只是作一 这让赵瀚非常满意 赵瀚微笑道 都坐吧 谢总镇 众人各自落座 赵瀚举杯说 今日冬至 天寒地冻 且满饮此杯 祝国泰民安 早日消弥兵货 众人举杯 跟着祝酒礼赞 酒杯放下 赵瀚微笑道 谁是陈仁忠 陈子龙离席起身 拱手道 见过总镇 赵瀚点头道 原来是你 刚才全场就你没有喝酒 陈子龙说道 丁忧未满 不便饮酒 原来如此 给他七一壶茶 赵瀚吩咐道 多谢总镇体谅 陈子龙说道 坐下说话吧 赵瀚赞许说 你尽献的农政全书 我已经看过了 比前朝农书更加全面细致 此书当班行天下 各级官府都必须有 各级官吏都必须看 陈子龙由衷高呼 总镇英明 陈子龙其实没坐几天官 便母亲病逝回家至桑 丁忧期间在家编撰整理农政全书 农政全书是徐光启的一作 还没经过审定修改 徐光启就病逝了 陈子龙从徐光启的孙子手中 得到农政全书的草稿 大概删改了十分之三 又自己新增了十分之二的内容 此书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农业技术 一部分是农业政策 仅救灾被荒的内容 就有十八卷之多 甚至附录了几百种可以冲击的植物 历朝历代的水旱黄灾 书中不但做了统计 而且分析论述各种救灾方式的利弊得失 仅凭农政全书 赵汉就会大力重用陈子龙 哎 历史上陈子龙抗清失败 被清兵抓住压赴南京 陈子龙拒步投降 半路跳水而死 尸体竟被灵池斩首 最后还遭抛尸于江中 赵汉对众世子说 比人为财事举 各路君子莫要急躁 这些世子都是各省来的 在白鹿州书院越聚越多 他们拉不下脸做利员 于是三天两头写信劝劲 还请求赵汉在南京开科取势 此刻见赵汉赞赏陈子龙 一个个都羡慕不已 赵汉拉了一阵家长 说了些勉力之言 突然问道 诸君可知 大明社稷 为何败坏至私 江英举人徐亮公站起来 这或是徐霞克的侄子 大明时局败坏 无非三点 第一 奸臣当道 国政败坏 第二 闻田五夕 内不能治民 外不能御敌 第三 皇帝昏庸 横征暴敛 民不聊生 还有呢 赵汉问其余世子 疑心秀才卢相官说 赏罚不明 讲成无常 做事之人常取货 师位之人得升迁 如此 还有谁愿为朝廷效命 我家兄长 为大明丹金节律 如今却关在北京诏狱当中 赵汉问道 令兄是谁 卢相官回答 家兄姓卢 会相生 原来是卢相生的亲弟弟 卢相官也是各抗清义士 亲领三十旗冲入市镇 在街道上跟清兵巷站 后在桥边被包围 兄弟子执阵亡45人 卢氏族人竟要抓他献给满清 卢相官带三百人进太湖 寡不敌众 砍断翻锁 在船上栗战而亡 卢相官说道 总阵赏罚分明 自当大兴 在下此次来江西 并非劝进 而是请求从军 令天下早日归于太平 你愿意从军 赵汉有些惊讶 卢相官说道 总阵不缺文官 在下愿意投笔从荣 请从时常做起 可精通奇术 赵汉问道 骑射皆经 卢相官回答 好 赵汉拍手笑道 既周岛在训练骑兵 你可把妻儿都带去 便在岛上为骑兵军官 谢总阵 卢相官没有坐下 继续说道 潮州陈坦公 乃天雄军之部将 此人精于阵战 一通骑兵纵横之术 家兄下狱之后 陈坦公辞官归乡 如今就在潮州海洋县 赵汉对秘书说 记下陈坦公此人 朝去冀州岛训练骑兵 卢相官这才满意了 坐下吃瓜子 没有再发一言 太平府举人李议员 站起来说道 总阵之政略 处处都是极好的 唯有一处 便是开科取势 总阵已有半壁江山 请家王浩迁都南京 一旦在南京开科取势 则尽收天下世子之心 九州皆望风归响以 请总阵开科取势 众世子大呼 赵汉笑着说 今后自要开科取势 但必须各省各县 皆设立中学再说 而等可以继续做学问 把小学 中学科目熟悉一二 今后定然能够高中科举 众人恶然 福建举人吴皇甲忍不住问 今后开科取势 数学 几何意要考吗 这是自然 赵汉斩钉截铁 南京举人陈丹中激愤道 算学乃小道尔 怎能登科取之堂 赵汉脸上的笑容消失 语气冰冷道 你们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考试 要么不考 前堂举人徐富仪拱手作一 请总阵三思 科取已有定制 不可轻易改之 赵汉反问 孔孟之时 有科举吗 徐富仪回答 并无 既然如此 科举究竟考什么 那是后世帝王所定 赵汉说道 我若为帝王 想考什么就考什么 还是说 你们认为本镇做不成帝王 不敢 徐富仪连忙做回去 赵汉说道 明年春夏之时 我会搬去南京 至于开科取式 还是那句话 要等各地中学 小学都建成 你们想要参加科举 就老老实实学大同 数学 几何 或者 现在就去做立员 说不定今后开科取式 你们都已经做到支线了 众世子面面相去 终究不敢再蹦打 生怕此刻就得罪了赵汉